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是青梅的采收季 南投县新一厢农会为了推广食农教育 行销在地农产 这天特别来到台中大安区农会 举办美酒DIY体验 吸引60多位的家政班成员报名参加 由于步骤简单易懂 大家都能够轻松来操作 接着只要再放半年以上 就能够品尝自制美酒的滋味 学员们拿起竹签将梅子的地头挑掉 接着在老师的引导下 大伙依序将青梅 冰糖以及鸡酒 依比例放入瓶中均匀混合后 自制美酒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要吃个感啊 自己做得比较好 比较安心 制造过程简单 然后教学易懂 非常期待 因为不知道什么味道 希望就是颜料出来会非常好吃 每年清明节前后 是青梅的采收季节 其中南投县更是国内知名的青梅产区 为了推广食农教育 行销在地农产 这天特别来到台中大安区农会 举办美酒DIY体验活动 吸引60位家政班员报名参加 推广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因为我们这样从4月初出来 从清明节之前做脆梅 然后大概梅子8成 8熟成之后就做Q梅 然后到现在就是比较黄熟就做梅酒这样子 今年比较特别是今年的梅子 因为旱灾的关系 所以产量非常少 但是我们今年的梅子的香气 还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做梅酒起来去 它的滋味非常的好 配合南投县那个梅子节 做食农的推广 教育的推广 然后我的班员总共有 来到60位的班员 男男女女都有 大家很快乐的 就做这个梅酒DIY这样子 新衣香农会也表示 利用清明节前后采收的青梅 所制作的梅酒不仅甘醇顺口 果香味更是浓厚 也因为制作梅酒的步骤简单易懂 对于初学者来说相当好上手 之后只要再放半年以上 就能够品尝自制梅酒的滋味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